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7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文学城 万维 多维 博讯 等各个媒体都在报道 关于阿富汗撤军的事 非常明显 阿富汗的撤军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 没几天了 有些国家已经宣告收尾了 美国很快也会做最后的撤离了 其实等于说有一些 无法登上飞机的 只能留在阿富汗了 不论是美国的公民 还是绿坎 还是那些和美国曾经合作 帮助过美国的人 都可能成为麻烦 成为人质 这个事的确是一个 非常值得人们遗憾的事 今天看到美国前总统川普 空前的活跃 发表文章 抨击拜登 处理阿富汗危机的方式 这个意思 这个不利 这个 要拜登为此负责 他说呢 现在再倾诉不过了 他既无能力 也无领导意志 他必须辞职 可见 共和党终于抓住了这个 巴饼了 甚至他讲到 甚至还有一种观点 就是拜登不适合做三局的统帅 等等 这个本人是无党无派 以前是比较支持川普 我认为拜登在撤军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 这个川普也拥有一定的责任 为什么 那段时间你想 川普是和塔利班 这个商量了 这个撤军的这个时间等 但是呢 那时候就应该是 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你既然已经决定撤军和阿富汗谈好了 那马上就给撤军 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也就两党斗 为了这个选举的舞弊没舞弊 整天斗的是一塌糊涂 全部精力都耗费在这个 邮寄选票 到底造假没造假 现在回想 这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这个人力物力裁力 最后也没整出个结果来 稀里糊涂的 如果从那时候开始早早就撤 是不是早就完事了 因为这里撤这里边很复杂 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阿富汗里面有很多 美籍 美国籍的 在那边做生意的 或者说做其他工作的 还有一些什么绿卡 在美国拥有居住权的 还有一些什么协助美军的 当翻译 口译等等 你想这个事是相当复杂的 尤其是最后一种 还必须对他们的情况进行保密 因为你要撤离不走的话 这个情况落在塔利班手里 现在怎么办 一定会遭到报复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今天看到另一篇文章是文学城刊登的 讲到美国的媒体 指责拜登 不应当主动的把撤离名单给塔利班 这个讲的当然有道理了 但是你想如果不给塔利班的话 机场外就是塔利班守候 这个阿富汗又是一个多善的国家 道路路行极其复杂 你要出来必须经过这个道口啊 而且道口就路口这么几个 你说怎么可能你不给民旦人的放心 结果有些人我看站着讲话不腰疼 你想一想阿富汗不是一个大广场 要走就走啊 翻山越岭啊 拉家带口啊 你想这是很不容易这个事啊 故土难离啊 走了以后一切就没有了 过去创造那些财富 买的房子事业生意统统都化为燕云了 移民是什么 移民是拔了根到别的国家是重新砸根啊 你想一想 这不是开玩笑啊 所以这个看这篇文章讲的是很好啊 指责拜登你意思怎么这么幼稚 你把这个名单竟然给了塔利班了 你不等于帮到忙吗 就拜登也很诚实讲了啊 这个我不能肯定的告诉你们 事实上是否有这样一个名单 可能有 但我不知道任何相关的情况 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因为什么 你想总统还能管那么具体吗 肯定大概是可能有啊 跟塔利班谈的时候 他说塔利班信誓旦旦的啊 因为你想就 美军只是控制了 推手到了一个下小的圈子里 就在那个机场 整个整个铁丝网 外边都是塔利班的人啊 你说你不给你名单 那些人怎么进来 那些人为什么放心 不就因为他是美国籍 或者是绿卡 或者是帮助过美国的嘛 这是两边为难的啊 你不给人家 人家不放心 你给了名单 又怕将来遭到报复 被这些这个对地派共和党 或者这政敌们进行批评 这也是这个拜登是挺艰难的啊 但是你设身处地想一想 拜登才干了这个几个月事件 是吧 是刚刚上来的 我认为他这个在围堵中共方面 这个布局就消耗了很多精力事件 你想这个先派就奥斯汀到印度 是吧 布林肯到日本 韩国走一圈 然后他又上欧洲去 又上英国 你想这个做的已经是相当的 这个事情很多了 大方向没有错 我认为这个拜登尽管这一次 这个出了这么大一件事啊 但是这个你不要因为这件事 就全排否定他 他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认为比川普在这个 针对老共这方面更有力量 为什么你看自从他上了以后 这个台湾海峡这个情况变化 和川普那时候不一样了 是吧 川普中共一警告 他那飞机飞到天空就又绕回来了 这催什么催是不是 所以他当然这个 我看到文学城这篇文章批评 拜登 不应当把名单给塔利班 还有个问题 大家忽略了 就是什么呢 我曾经在一个节目当中讲到了 你对塔利班这个事必须清醒的认识 如果说塔利班有承诺 双方有协议 那么就是你不如就是 就让步就让到底 就承认他的合法性 这样让他放心 他可能啊 或许在这个撤离的问题上 可能更加帮忙就帮到底 你想你这边还留着一手 就是我不承认你是合法的 但是你还帮助我把美国人撤出来 这个帮助你 帮助美军的 这个塔利班 帮助美军的一些阿富汗人 还让你来到 这个愿意离开就离开这个地方 这确实是一个矛盾的 这很复杂的一件事啊 这个本人认为拜登在这方面应该是有实测 就是说 你想好啊 这个集体研究好 包括和这些盟国 七大工业国研究好 既然要让步了 就是一下就退到底了 就是我彻底就承认你 但是你要必须保证 要改变以前这个伊斯兰国极端的 原教主义那套东西 尤其对妇女儿童的这个 这个观点要改变 也不能报复自己的这个对地派 如果是这个我们都讲透了 这边你就给他 一退到底 承认他 又把这个国库所谓他的钱给他 那么你成立一个新的这个 这个国家啊 邱长国也好 什么国也好 这方面我认为拜登是有欠缺的 就是还不够这个鉴定 因为你既然已经想好了 要到印太地去针对中共了 这边就彻底丢掉了 那你就应该以下的这个做得利索一些 但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欠缺啊 此外那个撤离那时候 就是和拜和川普交接权力那时候 既然大政方针是撤军了 那就应该从那时候就开始缩小这个 就保这个圈子了 但是再缩小 你不能把这个卡布尔这整个让给塔利班了 只要机场那么小的范围之内 那怎么能成为一个安全的孤岛 那不可能 是吧如果控制整个卡布尔了 慢慢往后缩 等到最后都走出以后 最后一圈你才是机场 等到机场那时候大概就生了几个军人了 那时候你就要棒了 所以他这个战略是对的 窄数错了 欠缺啊 但是这件事不足以说明这个拜登不能领导 这个三军啊 这个说的就过分了 我认为他这个根据他上任以来这几个月的表现 他下着不齐啊 这个啊 你想这个对于中共是采取的像一种 这个这个包围圈呢 这个做的是很有磨掠的 其实但是在这个阿富汗这个事儿上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事儿 而且这个非常令人悲哀的就是最后这 阿富汗撤离 这最后的时刻啊 竟然出现一次这个过去这个应该讲少见的啊 就恐怖袭击事件 一下造成了美军十多个人的伤亡死亡啊 这件事激起了激怒了这个美国老百姓啊 你想美国老百姓呢 把这个打碎的牙落到咽在肚子里嘛 这就给这个拜登施加压力啊 然后共和党就开始群切耳工资 美国就是这样啊 政客们之间就是这样 只要抓住一点就不及其余啊 甚至全盘的否定啊 但我觉得有一些这个批评啊 不公平啊 这个完全是讲风遍话啊 你想你要射身出地想一想 每天都有多少事儿是吧 难道就一件事儿吗 你要再看他整个大的方向 你看他现在南海台海他的布局 我认为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 不糊涂就是针对中共 因为什么呢 阿富汗他在猖狂 还有包括这个恐怖S啊 呃 袭击的在猖狂 不至于把美国灭了 但你中共你搞不好 他真是能统治全世界 因为他现在发展太快了 又有钱 这个一带一路啊 这个人类什么 并不共同体 这个超限战 你想习近平这种 呃 这种所谓国子大志 狂妄的野心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这搞不好 这是他能把整个全世界给你统治 然后各个国家都派个政法委 啊 政法王来领导来抓人啊 你到那时候你就不是这么 呃 死这么几个十几个美军了是吧 那时候肯定是西方价值观 那个整个的这个破灭 最后啊 就是很可怕 人类一个毁灭整个人类的一场啊 一场这个政治灾难啊 你看中国现在搞到什么程度了 香港也是典型啊 再往下发展 你要如果在印太地区 你这个事要做不好的话 本人认为啊 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内啊 可能就彻底大伤这一声啊 他不是开玩笑 你想他这近些年来 经济发展太快了 这个派很多的这个中联部啊 这个这个统战部啊 这个派出很多的人 以企业家的名义 滲透了全世界各个地方 买房子买地买车 成片成片的买啊 买企业控制这个经济啊 然后影响政治啊 红色意识态的形态滲透啊 他有人人口众多 你想将来他真正蔓延全世界 真成了一个这个 红货了红货啊 这个习近平狂妄 这个人要实现的话 你想要这个什么状况 这太可怕了啊 这个搞不好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啊 所以拜登他这个从阿富汗射军 这绝对是 这个是 这个放下小的啊 芝麻去抓这个西瓜大的啊 这个模略总体上没有错啊 只是在这个一些细节上 我认为主要是他的助手不行 下边的人啊 军界这些人呢 情报部门啊 这个不行 情报不准确 另外这个运作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人 经验不足啊 或者是没有踏踏实的去做事 你想在机场那么近 什么人把这个身上带雷管炸药 能走进来 那你旁边的防护措施是做什么的 是不是啊 明显就看到这个欠缺啊 总之本人认为 这个对拜登还是应该 这个大方向肯定啊 这个对川普的批评啊 你姑且听此吧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三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 网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